大家都现在是以理性来分析说 普京应该不会针对那些核场做什么事情了 只是普京现在感觉就是越来越狂妄 像是泽伦斯基要求在乌克兰上空射近航区 普京马上就一句话赌回去说射近航区 谁在那边射近航区 谁就是跟俄罗斯开战 然后现在连提供机场给乌克兰使用也不行 是不是真的西方国家没有办法在这方面再做什么了呢 其实我们在这边看 其实现在这个战争分成两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从乌克兰来讲 现在乌克兰想尽办法提出了很多的要求 像是需要北约来提供战机 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要设立禁航区等等的 其实这是想办法把北约还有美国拉进这场战争 另一方面欧美国家的态度也很清楚 也很立场也很清楚 就是说你要军火没有问题 你要经费也没有问题 你要协助难民安置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我们来出兵来 卷进这场战争 那答案只有不可能三个字 其实我们刚提到现在吵得最热 这个禁航区的问题 这禁航区呢 它就是禁止任何没有经过申请许可的航空机 我们叫做飞机等等的来飞入或是飞越这一块限制的区域 那通常会是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自己的主权国家 它对自己的领空范围来限制一个限制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管制的措施 当然一种比较常见的也就是在国际的冲突上面 通常会在这个冲突的区域上 禁航区的决议 那我们另外一个比较熟悉的就是在1991年波兽战争结束之后 当时是为了要保护库德族 不会受到海山政权的攻击 所以当时英美也划定了一个在伊拉克北部也设立一个禁航区 所以当时英美的战机时常在禁航区上面巡逻 只要发现有伊拉克军机想要越过或是进入的话 就会加以击落 甚至当时也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所以我们刚提到禁航区 它就是一种军事干涉的手段 当然如果你去击落特定国家的飞机的话 那这是不是也是为一种攻击的举动 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你今天是实力悬殊的国家也就算了 比如说像美国对伊拉克或是北约对南斯拉夫 但是你要想到如果今天你的禁航区所针对的对象 是世界第二大的强国俄罗斯的话 那恐怕情况就是另当别论了 所以当这个乌克兰总统泽兰斯基 他不断的呼吁 希望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航区 不要让俄罗斯的军机来轰炸 无辜的这个百姓的时候 再怎么力挺乌克兰的像是北约 像是英国像是美国 他们都异口同声的拒绝 因为这形同就是跟俄罗斯开战 后果是难以设想 当然普丁也很清楚 英美国家他们的顾虑 所以他也提出警告了 只要任何国家敢设立这个禁航区的话 就是直接与俄罗斯为敌 也就是介入了这场武装的冲突 那这样的情况可能对欧洲 对全世界都会有一个巨大的灾难性 所以不是西方国家不挺泽伦斯基 实在是他的要求姿势体大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西方国家 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对于乌克兰的支援 除了看到不断的送武器过去 然后对俄罗斯制裁 还有就是乌克兰的难民 说现在一下子难民人数已经将近150万 人数很多可是周边国家 甚至远一点其他的欧洲国家 也都张开双臂迎接 那么讲起来有点伤感情的就是 之前非洲难民中东难民要逃到欧洲 是处处危险阻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灯文你怎么看 其实这一天的媒体报道 除了战时的焦灼之外 当然还有很多在有关 像到现在为止大概已经有170万的难民 已经涌入到几大周边的国家 那很多媒体用心碎 用非常难过的这样的一个报道来看 这么多的难民流落海外 那现在欧盟对于乌克兰的难民 不管是民间还是政府都可以说是张开双手热情的欢迎 而且欧盟他不是已经准备好了资金 同时他也在协调欧盟境内的各个国家 来一起来共同规划未来难民的一个安置的方案 那以我所在的意大利来讲好了 其实在意大利他原先已经有大概25万名的这个乌克兰的移民 而且这几天已经陆陆续续有17000多名的难民已经抵达了意大利 他们有的是坐公车 那身体比较不好 可能是坐飞机等等 已经到意大利准备开始他们青春活了 那而且根据当地的这个乌克兰的文化协会 他们统计 如果呢现在的一户乌克兰的移民 他们能够协助收容两到三名的这个难民的话呢 那预估整体在意大利 未来可能可以收容大概70到80万的难民 而且甚至更多 但是主播您刚提到同样的场景 同样的一个画面 跟过去几年涌入欧洲的中东 还有非洲的难民 其实待遇是相差很多 有人用天壤之别来形容 那当然欧洲民也做了一些分析 首先大多数的欧洲民众认为乌克兰人 他们是欧洲人 然后也是欧盟的伙伴国 那所以相较这下次来自比较开发的国家 大多数也是受到一些良好的教育 那至于先前的中东跟非洲难民潮的问题 一方面是担心他们的身份不明 他们是单纯的这个难民呢 还是其中有夹杂一些像是极端主义分子啦 或是恐怖分子等等的 所以再加上了包括文化 还有宗教 还有生活习惯上的不同 所以这就增加了欧洲人 对这些中东还有非洲难民的一些疑虑 当然现在还有另外一种 比较正面的评论是认为 大量的乌克兰的难民呢 有可能为欧洲国家带来充足的劳动力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现在西欧的国家 像是德国啦 法国啦 英国都面临了相当严重的缺工的问题 也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生产力 但是如果这些来自乌克兰 他们有受过教育或是专业人才的技术 这些难民呢 他们能够填补上这些劳动力的话 事实上对这些受用国家来讲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了 那当然现在各国都是以一个人道的 救援的立场来考量是救急 但是未来一旦真的涌进了 大概五六百万的难民 像先前大家所预估的 到了欧洲之后 如果没有妥善的规划的话 也没有办法融入当地的生活的话 或许就可能会造成一些更多的社会问题 好 谢谢登文 但我们看到从不同面向来看 这一连串乌克兰危机 还有面对问题 这个背后可能原因 那么我们这边再次谢谢登文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